开战50多天以后 图22M3才首次参战 那么俄罗斯空前军的轰炸机能否改变乌克兰战局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日前据图95MS图160轰炸机之后 俄罗斯的另外一款中程战略轰炸机图22M3 终于开始在俄乌交火的马里乌波尔地区展开了行动 该机投下了FAB-1500重磅大战 图22M3被称为逆火 1984年曾经执行过轰炸阿富汗游击队地面阵地及隐蔽攻势的任务 总共起飞参战超过600架次 但是没有一架图22M3在战场上损失 这款超音速轰炸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船战争中 以及2008年的俄格冲突 甚至2015年叙利亚战争中呢 都担当过极先锋的角色 表现的还相当不错 唯有在2008年8月 一架图22M3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 被格鲁吉亚的防空导弹所击落 这可能是这款超音速中程战略轰炸机的第一次损失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作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为什么不早点使用图22M3呢 虽然俄罗斯军队呢 在俄乌冲突的早期 使用了一定数量的精确制造弹药 或者远程的火力 对乌军的一些重点军用机场发动攻击 但是攻击力度不够 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但是并非毁灭性的损失 机场很快被修复 那些严重受损的飞机虽然不能用了 但是还有一些没受损的飞机 依然可以升空作战 再加上 乌军呢 还有大量的地面防空武器系统 除了I-300三毛举这些中远程的防空导弹以外 乌军还大量配备有兼射式的防空导弹 那么这些防空导弹对低空飞行的目标呢 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俄军有不少的直升机 甚至战斗机 被这些兼射式的防空导弹所击落 那么图22M3之所以迟迟没有投入战场 是不是因为受到乌军那些兼射式防空导弹的威胁呢 那倒未必 他真正担心的是还有一些S-300 以及三毛举式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没有被消灭 因此在面对这些威胁的情况下 他迟迟没有出动 也是挺有可言的 至于那些兼射式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对他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 因为他执行轰炸任务的时候 往往飞行高度都在五千六千甚至更高的高度上 因此兼射式防空导弹根本就够不着他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 乌军的大量中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被摧毁 只剩下数量庞大的兼射式防空导弹了 这个时候图22M3还出动 而他出动的时候带的武器是什么呢 从刚才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 用的是常规的重磅炸弹 而不是精确制导的滑翔弹 或者是空对地导弹 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俄军库存的常规弹药数量庞大 但是精确制导弹药确实还是数量不足 或者是要留一定的激素用于后期的作战 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是图22M3 这款超音速的中程战略轰炸机终于出场了 那么它的出场会改变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战局吗 那这样看怎么说 如果用它轰炸一些大型目标 比如说乌军的重兵集决阵地 那么它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但是攻击城市内的目标图22M3恐怕用途不大 甚至反倒会坏事 因为对城市实施大面积的重磅攻击 恐怕会带来大量的平民伤亡 这个从舆论战的角度讲是不利的 但是一旦乌军的野弹部队大规模的出击 在平原上和俄军展开正面交锋 那么图22M3的机会就来了 因为对于这些位于平原上的乌克兰的装甲机械化部队 对图22M3来讲可正是打击的好机会 它完全可以用地毯式轰炸的方式 消灭大量的乌克兰的有生力量 当然乌军会不会采取这样笨拙的办法和俄军对抗呢 这还要看下一阶段双方的交锋 由此它会决定图22M3 它的出场会不会改变整个乌克兰战场的战局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